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手两哥 本营时间5月31日2023年世界女排联赛日本战第一个比赛已经结束了较量 今天给他火机设的是由中国女排对阵八星女排的比赛 双方大战的五个回合 最终中国女排一大比分3比2衔生对手取得了开盲红 今天中国女排的首发阵容为主攻李莹莹 王云露 复攻袁新月 王云云 接应古侠语 二船 凋零语 自由人 王蒙杰 这一套阵容也是延续着市井赛的主地阵容 比赛的时候 当中国队以8比6暂时领先的时候 只见林莹4号位强攻得手 帮助中国队继续扩大两金优势 当巴西队将比分追至8比9的时候 关键时刻林莹还是同样的位置打出了一记神仙球 帮助中国队继续扩大分叉 当双方战成18比16的时候 只见林莹在面对对方三名球员的篮网 打出了一记精彩的抛球 这一球对方球员倒地都未能将球究竟 首局双方打的还是非常焦灼的 中国队以25比23先下一车 第二局才开始没多久 巴西女排就打了中国女排一个7比5的开局 关键时刻 只见林莹非诚打出了一记暴力扩球 帮助中国队扩起北风 当中国队以17比18战时落后的时候 只见林莹利用自己的神级发球直接得风 帮助中国队斑品的北风 当双方战成20比22的时候 只见林莹2米看外打出了一记神仙球 这一球将对手直接打方管抬变 不过本局巴西女排的攻势也非常强势 巴西女排以25比22帮回一层 第三局巴西女排很快就取得了1比0的零件 不过中国队马上回击了一个3比0的冲击波实现迷状 当中国队以8比6暂时领先的时候 只见林莹再次打出了精彩的抛球 这一球让对手又再次扑倒在地 当双方战成23比20的时候 只见林莹2米开外打出了一记神仙球 这一球将对手直接打回了 中国队以25比20再下一层 第四局当中国队以5比6暂时落后的时候 林莹4位打出了精彩的反击 帮助中国队扳平比方 当双方战成10比8的时候 只见林莹再次打出了精彩的抛球 这一球对方两名球员倒地都未能将球救济 当双方战成14比13的时候 只见林莹2米开外打出了精彩的超速抛球 这一球也让对方只能干润眼了 中国队再次扑平了比方 不过本局巴西队的攻势更加全面 以25比20再赢一局 双方大比分战成2比2 决胜局当中国队以6比7暂时落后的时候 关键时刻林莹挺身而出 打出了精彩的抛球 帮助中国队扳平了比方 当中国队以13比12暂时领先的时候 只见林莹飞声打出了暴力抛球 帮助中国队拿到了赛点 从10比12落后到15比12 中国队连斗5分直接逆转带走了比赛 最终中国队以大比分3比2战胜对手取得了开门红 全场数据画面 林莹扛下全场最高的26分 古江宇18分 袁新月12分 万云路10分 在面对实力强暗的87女排 决胜局中国队打出了精彩的配合 连斗5分上演了大逆转 这也是中国女排不屈不挠团结合作的结果 也期待中国女排会有更加精彩的表现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看见鲤鱼 摄影子 有我大手的想法 我们下一期再会